本文素材来自台湾神话艺术 蒋介石石像、雕像、画像都被许多人给故意损坏吗?连蒋介石的目的都被人给托上了游戏,许多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地方都被强制改名,究竟是什么原因? 蒋介石死后,地位一落千丈,这就要先从蒋介石如何将自己神话说起,蒋经国打输了解放战争,然后跑去了台湾,自然要为自己的失败的罪名找一个理由,所以就有了后来出来背锅的胡宗南,而解放战争打输的原因,则全部归就给了胡宗南,张学良,杨武成当人, 和蒋介石没有任何一点关系,蒋介石进入台湾后,开始着手对台湾实施统治,蒋介石一共当了四届总统,在这四届的世间中,蒋介石做的最多的事情,就是打压台独分子,还有其他爱国党派,其中被打压最为严重,就是台独分子,只要稍微一路头,发表言论,就会遭到追杀, 有的甚至是满门超的,这些台独分子,基本都是当年日本统治台湾时,被洗脑的那一部分台湾民众,日本向这些台独分子灌输的思想是,日本是来解救他们的,一些思想动摇的,就被日本给洗脑了, 而这些人就是现在台湾的民进党,蒋介石在的时候,对这些台独分子打压得十分严重,只要发表有关台独的言论,立马抄家问战,如果发现有大规模的活动, 无论是组织者,还是参与者,所有人都一并重罚,所以在蒋介石只准七点,基本上看不到台独分子的身影,但在蒋介石死后,蒋经国执政,蒋介石十几年留下的一切,全部被蒋经国给毁于一旦,蒋经国实行了宽松教育, 但这一关宗,那些民进党马上就出来,原先蒋介石的小时候的事情,都被写在了教科书中,但民进党认为这些都是糟粕,于是开始想办法抹黑蒋介石,将蒋介石从神坛上拉下来,恰好此时的台湾贪污腐败严重,民众怨声载道,于是很快民进党蔓延,蒋经国对于此事不闻不问, 台湾人民的思想,在民进党的宣传下,逐渐被污染,开始诋毁蒋介石,将蒋介石视为专政统治者,是给他们带来白色恐怖最大的罪人,蒋经国只做了一任总统救下来了,而后面的统治者根本对民进党无法束缚,造成了现在台湾的现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